今天又是一个开学日 今天是我之前报的那个旁边那所大学UVU的那个收费的英语班的第一天开学 然后这回是晚上上课 然后我当时是报了两门课 一个是听说一个是读写 然后都是周一到周四的晚上的六点到八点 听说是周一到和周三 读写是周二和周四 然后当时报这个收费的时候呢 当时那个社区的免费的英语班还在排队 然后也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排到 然后结果我这个收费的刚报完没多久 社区那个免费的就排算了 最后社区那个免费的英语班的开课时间比这个还要早 我现在那个社区免费的都已经上了两周了 然后今天这个才终于开课了 然后我现在就打算开车过去了 这边到那里开车大概得一个15分钟左右 而且现在是高分期可能还会有点堵 第一天上课可别迟到了 到了 它这个是在UVU的大学校园里边 这大学确实是够繁忙 都这个点了 停车位还这么难找 我大概找了10分钟才终于找到一个停车位 然后还是离我上个的地方 在隔离条马路的地方 因为那边我是实在没有找到停车位 所以只能到这边回停 现在马上6点了 我得赶紧先过去吧 我还没有找到教室的 待会上完课出来 再跟大家汇报上课的情况 这应该就是我上课的地方 叫什么Library Arts 在这个楼的二楼 下课了 我在大学校园上的第一节英语课 就这么顺利的结束了 两个小时的课 然后真的就有一种 又回到大学校园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们上课的地方 是在这个大学校园里面 然后在大学的那个楼栋里 然后也是在大学的教室 就旁边的教室也有人在上课 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学生 但应该是大学生 因为上课的还挺多的嘛 如果是像我们这种校外培训的 应该不可能有这么多 然后那个教室里边的那个氛围 就也跟我当年上大学那种感觉 特别的像 就是脱影仪 然后老师在讲台上讲课 然后每个人一个小桌子 大家在下面听课听讲 这种感觉这种状态 都很都很相似 今天上的是这个听说课 然后最开始就是导致让大家分组 然后两个人一组 然后就是他给列了一些问题 就是那些这个问采访别人的问题嘛 然后就是你去问一下 你的这个分好组的这个同伴 你问他一些问题 然后你对他进行一些了解 然后了解完之后呢 就是挨杆到讲台上面去介绍对方 就是这样一组一组的互相介绍 就是这个练习的状态 我觉得还挺好的 然后跟我分到一组 的是一个来自俄罗斯的一个小姐姐 就是我俩先坐到一起 互相了解 然后了解完了之后 在讲台上面去互相介绍对方 然后她是拿的是庇护签证 然后她的一个亲姐姐是在这里生活 她应该是投奔她姐姐而来的 然后她姐姐在这边已经生活挺多年了 然后她是刚来美国这边应该也就八个月 然后除了我俩之外 别的同学好像就都是来自于中南美洲的 就都是说西班牙语的墨西哥哥斯达利加什么的 然后这边的同学的年龄结构 我觉得就比我之前去的那个免费的社区英语包的年龄结构 要偏年轻一些 就在那边好像都是以中年为主 然后我在那边应该算是比较年轻的 然后这边呢 就有几个看上去比我还年轻的 应该也就是二十出头的 然后有一个墨西哥的一个大叔 特别的热情 特别的活跃 他来美国生活八年了 当他说出这个八年的时候 大家都哇一声 所以应该大部分的学生都是跟我一样 都是刚来美国时间不久的 所以大家听到像他来八年的 可能就比较惊讶 然后他说他为什么来了八年了 还要来上学 就是大家都跟他说 你到这边生活之中 你自然就会学会英语了 去超市跟人聊天啊 或者是工作中跟人聊天 他说他确实也在超市跟人聊啊 或者是在工作中跟人聊 但是他的英语也没有实质性的提高 就是只是一些简单的东西 他变得很熟练了 但是想要跟别人聊的更深入一点 还是完全不够的 还是得到学校里边来学籍 所以他就终于到学校里边来学籍了 就是来美国八年之后 他终于到学校里边来学正规的英语了 所以他这个观点我还是挺赞成的 就是我也觉得如果想要把英语学好 还是得去系统性的去学 去上课 就是哪怕是线上的 或者是像我这种线下的 当然线下的肯定会效率更高一些 就是都是必然你是得跟着老师去学习 跟着同学去这种有目的性的去交流 这样的英语才能够学得更扎实一些 如果你只是自己平时学一些这种碎片化的 就是在生活中去学的话 就是学到的东西 应该也是偏简单一点的 就是没办法跟母语者聊一些更为深入的东西 所以我现在就等于是一周要上七节英语课了 这个是周一到周四 每天的晚上的六点到八点 两天的是听说 两天是读写 然后还有那个社区免费的 那个是周二到周四 两天线下 一天是线上 那个都是在上午 所以接下来我的这个学习的压力比水盐还要大 比台湾每天上课的时间还要多 所以现在就准备开车回家吧 向北方向 等我明天还要继续来 明天应该就熟了一些了 不会像今天这样找不到停车位了 然后等我再学一段时间之后 我再跟大家汇报一下 我在这个大学里边上这个收费的英语课 以及跟我在社区上那个免费的英语课 他是有什么不同之处